如果有一天警察告诉你 你的老婆是假的 你的儿子是假的 你的好朋友也是假的 他们合伙骗了你十年 再也想象一下 如果你认识了一个人傻钱多的大金主 你会带上自己的爱人 女儿 甚至是刚出生的外孙来骗他的钱吗 大家好 今天是奇幻观察室 我是成风 这不是在拍《楚门的世界》和《寄生虫》 而是真实发生在2004年的美国 一件荒唐至极的事情 他精心设计了一个长达十年的骗局 一家老小骑上阵 靠着行骗 住豪宅 开豪车 带名表 穿梭于世界各大城市 而被骗者竟毫不知情 那么当年究竟发现了什么 这场惊天骗局又是如何得逞的呢 下面我们就穿越回2004年 带大家重新梳理下案件的细节 俄勒冈州 位于美国西北部太平洋西北沿岸 该州原本是土著印尼二人的居住地 这类气候温和很适合植物生长 森林占群中面积的一半 老话说得好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有了这么多的森林 当然就有不少人靠种树和卖树为神 拉尔夫·雷恩斯就是这样的人 他是一位性格内侠 地地道道的农民 是家里面的独子 父亲在祖父手中接过了家业 在俄勒冈州经营着一片家庭林场 取名为雷恩斯林场 雷恩斯就是在这片森林中长大的 称他为森林之子也许更为恰达 因为他从小就喜欢跟树玩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喜欢努力工作 我喜欢把自己弄脏 我喜欢看着树木生长 高中毕业之后 雷恩斯在海军预备队服役了一段时间 退役之后 修完了有关林业种植的大学课程 然后就回到了他念念不忘的林场 一门新色的种树 光阴荏染 时光如梭 转眼 雷恩斯已经从近身小伙 熬成了中年大叔 家里的林场也搞得风生水起 多年来雷恩斯不是在种树苗就是在松土 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宅在林场里 再加上他性格内向 不善社交 所谓一直都是单身 也没什么朋友 他的内向的性格当时跟我有点像 随着父亲的老去 家里面1200英文的林场 就交到了雷恩斯的手上 可不要小看这1200英文的林场 里面有大量的餐厅大树 很多成熟的树 一棵就要上千美金 大致一算 这个家庭林场价值数百万美金 而且他父亲成立的林业公司 也有着高达500万美金的组合投资 这些财产自然都交给了他 所以雷恩斯是名副其实的千万富翁 但是他很低调 严格来说不是低调 是节钱 比如住的地方 就是农场里一所捡漏的房子 出行就是一辆已经超过10年的车 穿着也不讲究 不注意形象 在他的眼里只有林场 对钱没有兴趣 几乎不怎么碰钱 要说业余爱好嘛 也有一个 那就是玄学 点天都是神神道道的 这一方面的书也看了不少 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正是这个爱好 差点让他破了蝉 2003年9月 一位名叫瑞秋李的林业女人 来到了厄勒冈州本德 她有5个孩子 这一次她和男友布莱西李 在本德租了一个商住两用的房子 并开了一家算命点 她的职业在西方 就是所谓的通灵师 2004年的某一天 57岁的林丝走在了本德的镇子上 刚好就看见了瑞秋的算命店 林丝唯的业余爱好就是玄学了 怎能抵御住算命的诱惑呢 所以不自觉的就进了店 实际上 林丝是见了算命店就进 已经记不得进了多少店的店了 瑞秋热心的接待了她 善良天真的林丝在交谈当中 毫不掩饰的说 她拥有1200英亩的灵场 瑞秋一清 当时就一个想法 发财了 这个奇貌不扬 看起来有点土的人 搞不好就能完成自己下半辈子的全部KPI 瑞秋虽然内心激动 但表面不露声色 她明白 不能操之过急 她确实不急 接下来 她用了两年的时间来套林丝的信息 比如家里面还有几口人 家住哪里 有啥亲戚没有 家里面还有啥宝贿等等 长时间的接触 林丝已经将瑞秋当做了红颜知己 那是有问必答 家里面就两口人 和老父亲相依为命 亲戚也比较少 宝贝啥的倒没有 不过父亲成立的林业公司 还有500万美金的投资组合 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瑞秋通过两年时间的接触 已经清楚的知道 林丝的软肋 就是她非常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渴望有一个恋人 接下来 就开始瑞秋的表演了 第一步 建立人设 她把自己伪装成一个 善良有爱心的小寡妇 对于林丝说 我丈夫死于癌症 她生病的时候 我一直不离不弃的 是在她身边伺候着 直到她毕业 丈夫去世之后 我一直保持单身 恪守辅导 第二步 展示能力 丈夫去世前 曾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 我就负责管理财务 对财务管理 以及报税之类的 我很懂 是个财务高手 第三步 洗脑 在随后的日子里 瑞秋是有意无意的 就会加强她这两个特点 潜移默化的 给林丝灌输 她可怜 是个寡妇 会理财 她可怜 是个寡妇 会理财 是个寡妇 她可怜 是个寡妇 事实证明 瑞秋的阴谋得逞了 可能是 林丝从未感受过 异性的陪伴 瑞秋无微不至的关心 让她感到满足 很幸福 所以对瑞秋的话 是深信不疑 在林丝看来 瑞秋没了丈夫 孤苦可怜 然后就是买衣服 买包 买车 给钱等等 总之就是各种 买买买 林丝也不在意 反正她对钱也没兴趣 是吧 2006年2月14日 林丝在瑞秋的劝说下 花费了91.5万美金 购买了一栋豪宅 这其实是她第一次购买房产 瑞秋用的理由是 我以前有房产工作的经验 房产的甚至空间极大 能赚钱 林丝当然信了 她该授权瑞秋 全权处理一切 有关买房的事宜 瑞秋用林丝的卡 支付了所有开销 将房子做了豪华装修 带着男友 堂而皇之地搬进了豪宅 过去了富豪般的生活 而房子从购买到装修完毕 林丝只来看过一次 一天都没有住过 2000年10月 林丝的父亲中风倒下了 地下林丝又要负责临场工作 又要照顾中风的父亲 根本就妈妈过来 好在有一位邻居 及时伸出了援手 林丝表示 愿意给予一定的报酬 瑞秋在听闻这件事后 意识到机会来了 她开始向林丝灌输 我可是一个照顾人的小人手 我老公就是在我的细心照料下去事的 不是 垂死的丈夫 就是在我的细心照料下 安详和尚双眼的 林丝一想也是 怎么说也算是有经验 再说又是红颜知己 天天能见面 也能结个相思之苦 就这样 老父亲的生活起居 便由瑞秋照顾 每个月的工资 高达8985美金 本着对红颜知己的信任 林丝干脆就给了他一张银行卡 让他自己给自己发工资 要是老父亲需要什么 也直接从卡里面刷 按理说到这里 瑞秋已经是吃喝不愁了 但看一眼进度条 故事当然还远没有结束 瑞秋说 我兄弟布兰西也在家闲着没事 让他来农场里面帮忙好吗 好 没问题 工资也由你来发吧 林丝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实际上 布兰西正是瑞秋的男友 但瑞秋的目的 可不是工资这么简单 他有事没事就在林丝面前强调 我是个财务小能手 干脆你家公司的账户 就交给我来打理吧 保证不会出问题 不出意外的 林丝又信了 他辞掉了原来的会计 直接让瑞秋管理公司 和他的个人所有账户 签署了一系列授权书 给予了他极大的权限 两年多的谋划 瑞秋终于接触到了 林丝的千万财产 但仅仅是接触 可还远远不能满足他 2007年10月21日 属于林丝的爱情终于来了 还记得瑞秋的本职工作 是个算命师吗 这一天 他告诉林丝 你的姻缘到了 我算到 今天你会遇到一个金发女子 她将成为你的妻子 果然 林丝在参加完一个会 等车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漂亮女人 戴着眼镜和帽子 有着一头的金发 林丝瞬间就被吸引了 而女人竟主动走上前来询问 你叫林丝对吧 一句话就给林丝整崩了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金发女子回答 我叫玛丽马克思 是一位通灵者 我不仅知道你的名字 还知道你有一片灵场 家里就你和你老父亲 对了 你父亲前不久还中风了 你看我算得对不对吧 林丝有点被震住了 高手 这是高手啊 比瑞秋还强 他本来就身性玄学 这一次又遇到了一个大师 完全没有抵抗 说起来我也会算命 我算他接下来会喜当爹 你不信是吧 往下看 你就知道我算得准不准了 玛丽和林丝交换了联系方式 并相约 下次见面 要深入探讨一下算命的事 临走前 玛丽仿佛是无意间的说 其实我是英国人 是一名金融专家 给很多公司管理账目 来这里是出差拜访客户的 实际上 我住在旧金山 林丝把这次偶遇 当做了第一次约会 喜悦之情是久久不散 他当然没忘 把这个事情跟瑞丘分享 说你算得真准 那个金发女孩也是个同龄者 你们是同行 肯定有很多话题 我介绍你们认识吧 就这样 玛丽也融入到了这个圈子中 相信你已经猜到了 这个玛丽其实是瑞丘一手安排的 她不是别人 正是瑞丘17岁的女儿 破沙里 身份背景也都是虚构的 玛丽这个名字倒不是虚构的 而是取自瑞丘的母亲 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要骗走林丝的千万身家 果然没多久 玛丽就来王婆卖瓜 我的金融本领非常厉害 不如让我和瑞丘 一起管理你的公司和财产 再说我们两个人还可以互相监督 防止内部贪污 你说对吧 嗯对 有道理 于是就同意了 目前一切顺利 但这对母女也明白 林丝只是比较单纯 不善社交 但并不是傻子 转点小钱出来问题不大 但想将所有钱 包括林场的钱都卷走 恐怕还差点火候 仅靠信任还是不够的 于是乎瑞丘又想了一条 绝佳的金毛 结婚 这种出卖色相的事情 当然由年轻貌美的玛丽来了 两个人一起找到林丝说 玛丽马上要被驱逐出境了 因为她是英国人 除非她能获得一张绿卡 可搞绿卡哪有这么容易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和一个地道的美国人结婚 就可以完美解决了 瑞丘和玛丽都向林丝求助 希望她能够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林丝此时已经60岁了 还是个老光棍 她也想有个办 尽管她知道 玛丽是为了绿卡 才和自己结假婚 但不重要 假婚也比没有强 说不定过着过着就成真的呢 然后林丝就跟玛丽结婚了 没有婚礼 只是签署了一些所谓的结婚文件 事实上 这些结婚文件 都是瑞丘伪造的 他们在法律上 根本就没有结婚 但是这些林丝是不知道的 她真的将玛丽当作妻子 全身心地投入 过着名义上复兴的日子 从来没有发生过关系 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出现了 玛丽她怀孕了 孩子当然不是林丝的 他们之间可一直都是清白的呢 秉承着做戏做全套 干脆就让这个孩子成为林丝的 这是一举两得 林丝要是和玛丽生个孩子 她的钱花在妻子和孩子身上 显得更加合理 关系也能更进一步 于是玛丽找到林丝说 我想要一个孩子 林丝一听那个激动啊 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 终于要过成真实夫妻了嘛 但瑞修接着说 走个行事行吗 你捐出精子就行 我去做人工受精 嘿 原来是这样 也行吧 好歹也能有个自己的孩子是吧 于是玛丽就带着林丝捐出的精子 说是去旧金山做手术 实际上转手就给认了 不久之后她打了电话 说手术很成功 已经怀上了 几个月后 玛丽回来看林丝 林丝看着已经鼓起来的肚子 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 手舞足蹈 想想自己光滚了大半辈子 现在也是个七儿双全 人生也算完美了 十个月后 玛丽在旧金山生下了孩子 可没想到 孩子被她真正的丈夫给抱走了 眼看没了孩子 就要瞒不下去了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瑞丘 瞬间就有了主意 不久之后 玛丽带着一名男婴 回到了林丝的身边 还给这个孩子取名为 乔治·阿玛尼 这个孩子是从哪来的呢 原来这是瑞丘另一个女儿的孩子 也就是她的外孙 刚好出生不久 就被她给借了过来 一起加入到骗局当中 对于妻子玛丽和儿子乔治的到来 林丝简直是乐开了花 每天都围着儿子转 有了这层亲密的关系后 瑞丘最后的行动开始了 她通过不停的转账 以及开设支票的方式 慢慢的将公司的钱 全部转到了玛丽的账户 除了玛丽的账户 瑞丘自己的 男友的 其他孩子的账户 都有接收额度不得的赃款 多的有数十万美金 少的有几千美金 有些款项 如果莞丽真的有问题 他们就谎称是支付什么 种树费呀 劳务费呀等等 实际上 莞丽很少货问 加上她对钱就不感兴趣 所以很容易的就被糊弄过去了 就这么 莞丽 妻子玛丽 儿子乔治 在一起度过了几年时间 从后来发现的录像可以看出 莞丽跟乔治在一起的时候 非常开心 不过她和玛丽 还是一直没有行夫妻之时 或许玛丽是担心戴着金色假发 眼镜和帽子 以及装出的英国口音会不会发泄 所以总是找借口往旧金山跑 2010年11月17日 玛丽让林斯把之前花费 91.5万美金购买的豪宅 转移到自己名下 林斯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而另一边的瑞丘 这几年用公司的钱 过起了顶级富豪的日子 和男友穿梭于巴黎 拉斯尔加斯等各大城市 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住就住顶级总统套法 飞机只坐头等舱 买表只买劳力士 吃饭只去顶级餐厅 在拉斯尔加斯的时候 瑞丘为男友购买了 价值63,670美金的劳力士 而这也只是他们买的 6块劳力士当中的1块而已 他们的旅行开支高达上百万美金 仅仅机票费就超过了10万美金 曾有一次在家商场消费就高达30万美金 他们在世界各地 静静地挥洒着雷恩斯的财富 过着灰金如土的日子 在把公司500万美金挥霍得差不多时 瑞丘又冻起了那篇1200英亩灵场的主意 2011年2月 雷恩斯的父亲去世了 瑞丘的看护角色算是结束了 不过他马上又重新找准了定位 担当乔治的保姆 他骗雷恩斯说 想要继承你父亲的遗产 需要缴纳巨额的遗产税 要不就卖掉一部分的零厂来抵税吧 雷恩斯信了 而这一卖就是900英亩 公司到账800万美金 而瑞丘谎称只卖了100万美金 账上有钱了 瑞丘又开始疯狂的消费 先后购买了9处房产 不过购置这些物业绕不开雷恩斯的账户 所以房子还是在雷恩斯的名下 只不过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些房产的情况 而瑞丘通过出租这些房子来收取租金 男友花34万美金买了一台兵力 花23万美金买了一台敞篷法拉利 800万美金又快花完的时候 瑞丘再次打起了剩下的300英亩零茶 他这是铁了心要榨干雷恩斯 最终所有的树木被卖光了 零厂也几乎卖完 再次获得了200万美金 而这次的零丝 依旧是活在自己单方面认为的幸福家庭当中 有着妻子和儿子的陪伴 他也没有心思去关注树木了 对于账户上的开销则完全不过问 零丝财产被货货的差不多了 追求是尝到了甜头 他准备故技重施 在购买的房产中学了四栋房子 都装修成了算命点 想再等一个零丝上门 可这次他没有这么幸运了 2012年 一位名叫利兹·克鲁瑟斯的警察 在前往波特兰上班途中 注意到坎比斯的一个房子旁 停着一辆豪华的敞篷法拉利 这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因为据利兹了解 坎比这个地方是个很小的农业城镇 面积不到10平方公里 总人口就1万多人 从没见过有人能够买得起法拉利这样的豪车 于是利兹又留了个心眼 稍微调查了一下 发现法拉利是注射在一个叫布兰西的男人名下 但他住的房子却是属于雷丝的 而雷丝丝名下还有不少房产 其中几个都是开的算命店 利兹虽然觉得奇怪 但毕竟没有人报案 也就没有深究 直到2014年的时候 他碰到了几个坎比的警官 巧合的是有一名警察刚好是雷丝的邻居 两个人就雷丝的情况聊了两句 发现不对劲啊 雷丝给人的印象只对树赶进去 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房子呢 于是几名警察就去雷丝的灵场看了看 这一看出大问题 本来1200英亩的灵场长满了大树 现在只剩下光秃秃的山坡 所有的树不管大小都被一砍而空 而且经过调查 灵场已经被卖的差不多了 这可不是雷丝的风格 他可是个爱树如命的人 警方确定这里面定然是有猫腻 警方找到了莲斯 询问其是否购买了宾利 法拉利等豪车 还有多数房产 莲斯表示并不知情 此后警方调取了多家银行记录 发现莲斯高达1500万的财产 基本都被转移走 或者是购买了豪车房产 他的银行账户上 只剩下12.5万美金了 2014年 警方申请了搜查令 立刻对瑞秋坎比的算命店进行了搜查 发现了大量的奢侈品 还有属于玲丽的金色假发 眼镜 帽子等等 玲丽就是用这些东西伪装了7年 随后警方又赶到了瑞秋 在本台的算命店 这里已经有打包好的行李 提前准备的零食电话 以及36000美元的现金 很显然 他们这是早做好了随时跑路的准备 警方很顺利的逮捕了瑞秋 和他的女儿破纱 也就是玲丽 随后他的男友布兰西 见大事已去 也主动自首了 他们对于所犯的罪行 共认不讳 警方尽全力 追回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现金 房产 汽车和一些奢侈品 其中有190万美元 藏匿在超过50个银行账户中 这是一场历时长达10年 精心设计的骗局 全家总动员 瑞秋带着主谋 女儿 男友 包括其不懂事的外孙 都是听他指挥行事的 最终 46岁的瑞秋 因为欺诈 洗钱等一系列罪行 被判8年有期徒刑 他的女儿27岁的破纱 被判33个月有期徒刑 男友布兰西 则只被判了18个月有期徒刑 另外 法院还判出三人 要支付给林斯 3000万美元的赔偿金 可这笔钱 林斯注定是要不到了 这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一共持续了10年时间 不仅是全家老小齐上阵 而且还是去骗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 美国警方表示 对于这样的骗局是闻所未闻 简直就是无耻之急 人们听完这样的消息后 也纷纷表示 他们真的很恶心 他们应该在监狱里面度过余生 连法官都表示 这是一场持续10年的卑鄙欺诈行为 我们回过头来看 如果当时林斯警官没有留个心眼 也许这些诈骗犯就真的逃脱发亡了 不会有人发现他们的阴谋 当警方告知林斯真相时 林斯开始一点都不相信 或许他是不敢相信 陪伴了自己7年的妻子 只是一心想骗他的钱 细心照顾的儿子 只是骗钱的工具 视为红颜知己的瑞秋 竟然骗了他10年之久 根据林斯的邻居表示 后来林斯还是相信了这个骗局 当时他气得差点就过去了 不过善良的林斯 还是原谅了欺骗他多年的这三个人 他表示 希望他们出来之后 能够好好做人 诚实地做人 不要再做这样骗人的事了 对于儿子乔治 林斯还是希望 以后能够在孩子的人心中 扮演一个角色 他说在长期的相伴中 已经有了感情 当林斯看着一家三代人奋斗的地方 如今已经是光秃秃的了 难掩心中悲伤 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大树 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林斯告诉记者 我喜欢种树 我喜欢看着树木慢慢的生长 接下来 我会努力的种树 五年之后 你再来看我的林长 相信那时 树木会再次生长出来 再次呈现出 昔日的繁荣 好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这呀 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